2018波兰文化节 即波兰重获独立百年庆典 2018年对每个波兰人来说都是特别的 因为今年是波兰重获独立一百周年 1795年10月24日 波兰被邻国俄罗斯帝国 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瓜分 勇敢坚毅的波兰人民为祖国的独立而战 他们终于在123年后的1918年11月11日 达到了期望的目标 虽然在被占领期间 波兰人会因讲波兰语 维护波兰文化和传统而受到惩罚 但波兰的先辈们仍然完成了 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他们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守护了波兰精神和信仰 波兰驻成都总领事馆 2018年的各类文化活动活跃依旧 而且因百年庆典这样的契机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领馆在成都、重庆和贵阳 举办了2018波兰文化节 即波兰重获独立100周年庆祝活动 以此来推广波兰及其历史和文化 活动涉及音乐、文化、文学等多个领域 例如 波兰古的美丽波兰琥珀艺术展 波兰建筑展 留学波兰讲座 会见波兰大学代表等 这一系列活动 在两种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 创造了良好的互动机会 让他们建立友谊 获得知识并交流经验 同时 波兰人民心中的巨大喜悦 在中国西南地区传递着 大家一起怀念 为波兰共和国的独立而战斗的 勇敢的波兰先辈们 共同庆祝波兰 重获独立100周年 优优独立100周年